5月5日下午,广州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组织外国驻广州领团参观外国人管理服务站和抗疫物资生产企业。 34个国家驻广州领馆的41名领事官员参加了次次活动。 领团先后参观了广州登峰街外国人管理服务站、达安基因股份公司及广州双衣乳胶制品有限公司, 了解在广州的外国人的防疫管理服务工作,聆听核酸检测试剂生产及销售情况,并现场参观了口罩生产车间。 在外国人管理服务站,领事官员们了解了这里为外国人提供的防疫管理服务。 在活动现场,来自刚果金的东北尼,作为一名外籍志愿者,就备受领事官员们的关注。 最后的数据时 当然没有参观收到架的防疫管理服务任何手段还会与其他成功。 面穿着理性和番务革命运近卫生产业市场下达安基因保密。 有些这个是一种给予发什么拟贷的佛事官员的里面团的两种不同的地方会有。 有些人的万世话是正几次元。 我最后的8种的效果不仅在阳底下达安基因攻勤其表价口的领事官员的天色。 是因此能够更正值得紧闻出的这种表运。 东贝尼在广州从事手机配件贸易工作已经有几年时间,在疫情发生之前,他就已经是一名志愿者,而近几个月,他投入了更多的时间在志愿服务上。 他期待广州能够以更快的速度恢复到以往的热闹繁华。 而创建于1955年的广州双一乳胶制品有限公司,是中国第一家专业生产乳胶制品的老牌国有企业。 在疫情防控期间,该公司迅速转型生产医用口罩,目前这里的生产线每分钟可生产医用口罩1000片,日产可达100万片。 领事官员们在这里参观的时间也最长,不断地询问相关信息,不仅对如此高速的生产线,以及这么巨大的生产能力表示称赞,也对现场展示的口罩爱不释手。 活动主办方表示,在当前的全球疫情下,希望通过增强世界各国驻广州领馆,对中国疫情防控及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的了解,推动各国及各领事馆的深入交流与合作,同心协力,齐心抗议。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